妈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上学第一天就跟初遥吵架了吗 怎么可能啊 记住 你是公主 只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可是我已经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正初遥了 说什么呢 没 我是说妈说的什么都对 知道就好 初遥约你明天吃饭 他约我 怎么 很奇怪吗 没有 我就是想想明天穿什么 这就对了 正初遥是不是人格分裂啊 白天对我那么凶 晚上又约我吃饭 其实药王子很在爱你的菲林的 只不过他不好意思当面道歉 明天好好你招应吧 不好意思直接道歉 你以为你三岁小孩啊 大小姐 这个是夫人帮你准备的 明天去宴会穿的衣服 知道了 对了大小姐 你上次叫我帮你找那个救你的人 我们还没找到 不过你放心 我会加派人手 很快就有结果 那个人我已经找到了 真的吗 那是你的救命恩人 那我们要好好地感谢他 对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他 大小姐 骗子 娘头 冰块脸 仔细想想 郑楚耀那个傻瓜 大多数时间都是素色T恤或是衬衫 配上亮色系的手表 比较随性的阳光男孩风格 讨厌我的一切 除了家世背景我无法改变 你不就是喜欢所谓朴实无华的 小白花风格吗 这还不容易 我要改变一下造型 好的 没问题 青春要带点性感 朴素要带点奢华 低调也不失小心心 能不能具体点啊 是吗 我都不知道 如果本小姐满意的话 备用加倍 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 星辰小姐 我跟你说 你这个皮肤好 可以走这个 小清新美女的风格 对对对对 变上这个余红色的唇膏 今年正流行啊 对对对 亮亮的黑色直发 走 肯定要配你啊 小清新是吧 来吧 好疯了 你可背轻一点啊 对不起对不起 林小姐 你的指甲阿凯老师说 有处理一样 这些是万路士奇的小水钻 可是一颗一颗粘上去的呀 那是艺术你知道吗 嘿 小心先是吧 我正处要你等着 本小姐要使出浑身歇数搞定你 等到你对我死心踏地的那一天 一定把这些日子受的怨气 加倍奉还